我是新冠点 我是新冠点 欢迎收看我是新冠点 我是新冠点 黑天鹅真的来了吗 而且这只天鹅干美真大真 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在今天股汇双沙 股市大跌了660点 创始上最大的跌点 而汇市则扁破了31 牛市真的结束了吗 在今天公公一天 股市的市值蒸发掉将近两兆 平均每个股民的荷包 失血了将近20万 未来何去何从呢 同志今天带你来关心的是 选战越来越紧绷 在今天一部由韩粉自己所制作的 韩国瑜让我回家的影片 引发热议 特别是遭对手阵营指控 说他们是抄袭 显然整个选举已经打到了肉搏战 好 我们刚才介绍在今天来到 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 曾经专家 来先生 献哥 阿观好 大家好 邀请到曾经专家 汪杰铭 大家好 资人媒体人 尚一夫 大家好 好 我们特别邀请到 Bingo 陈文斌 刘芳牧师 阿观好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 凤山议员参选人 林志宏 阿观好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 财经焦点 财经风向球 带你来关心的是 在今天 他们股市可以说是 哀鸿遍野 而且跌破万点大关 台股耗子里 电数墙 一片绿油油 股民各个哀鸿遍野 10号美国股市 重挫超过800点 连带影响台股 一开盘就中跌400多点 收盘摔到600多点 创下史上最大跌点 还跌破1万点关卡 结束史上最长万点行情 吓坏不少投资人 融资断头潮再起 跌那么深 当然钱就少掉了 做融资融建人很可怜 刚才就有一个杀了杀了 赔几十万 现在停损已经来不及了 停损 植树摔得比青年中 大型全职股也难以倖免 大力光跌停所死 台积电跟鸿海跌幅超过6% 有600多家上市贵公司跌停 外资卖超301亿元 总市值真发2兆 平均每位股民赔20万 不止多头股民 荷包损失惨重 就连大老板身价也缩水 鸿海统油油锅台民 一天内持股市值大减84亿元 大力光执行长林恩平 也少了21亿元 台股大跳水 乱了阵脚 政府赶紧出面 信心喊话 面对国际情势不确定因素 台股失手万点还回得去吗 专家保守看待 只是一天内赔了这么多钱 股民心疼 以后赚不赚的回来 恐怕还是未知数 三地讯员古高书邱子莲 SNG小组台北报道 股民现在都寄希望于国安基金 但是我们看到媒体说 国安基金占不进场 国安基金占不进场 这当然就是所谓的关税语言 那如果翻成白话文 股民的解读应该是 那意思是跟你说 现在还没落地咯 对 国安基金占不进场 就是还没落地啊 一般现在台湾还仅存在市场上活动的这些股民 都已经是经过很多次的一个股灾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融资 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股民都是 能够活在这个市场都是水里来活里去的啦 没有错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融资万件齐发 散户雪流成河嘛 那这个时候天上的刀子刚掉下来的时候 国安基金不可能这个时候去给你赚嘛 但是尽管会主委说逢低可以进场 你要听他的话你就死到不知道怎么办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 刚才第一支桌子下来而已 政府的话如果听你 那无无的东西也会责责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是职责守在 一定要说好啊 一定要稳定民心啊 尤其现在要选记啊 但是今天真的是这样 他今天也没要入住啊 对啊 他今天都不敢吃 不是 他的秤纸要落到后面啊 对啦 他要等到 死到 大了啊 他现在下来是处了开来处了秤纸 他等到这样死到整队的时候 他秤纸这样扫一下 我跟你说就做公顶 扫到扫下 哦 有道理啊 大家给他拍拍手 他这个时候不会那么弄 所以说你不要听话 现在电视你看的时候 眼睛备得更近 不要秤纸来说看看 一分钟五百点 啪一下一万点 都含动就没动了 一分钟五百点 好我们来看在今天这一根K棒 哇 真正是欧妈妈 欧妈妈 这么长 这么长 半钟五六百 其实是躲在那里睡的 好像一根底膏 对 而且那个跳空缺口 是个底膏 是 所以说已经跟你说了 就是说面顶那整个都套牢了 那套牢是几条在那 没有可能说这样就算好呢 面顶套牢多少 对 这是今天的K棒嘛 对 所以来 握下你看看多重啊 这三个都是套牢的 是啊 一天平均一千二百就好了 平均一千两百就好了 看多少 所以今天市值已经蒸发掉两兆 对 那如果从套牢筹码来看 还有得跌 理论上来讲 这是一个叫做仙人子路 仙人子路 那这是仙女棒啊 就是跟你讲说 开始真的没努力了 以前可能大家说的都假 我们都你说 人来了人来了 结果这次是真的 你股票如果打跌打到尾 通常要起来也是同样啊 那支藏红棒也是仙人子路啊 如果那支关键性的藏红棒 也是仙人子路啊 不要再忙啊 不要再忙 到底要跌到哪里 等会再来问献哥 不过这今天仲灾区在哪里 其实这样说 说起来 所有都是仲灾区 对对 因为今天五百多档电厅板 是 但是如果我们用十八列区来看 第一个仲灾就是光电 所以你看 今天如果有光的都死了 大力光 玉京光 金国光 雅光 后面如果有光的都先死了 光电 第三名就是电器跟电缆 电器跟电缆路 也是白日正三名的 是怎样 因为那是耐酒菜 那另外这次就去刷 第二名是落什么 你知道吗 第二名就是玻璃 都知道了 辽商不高 玻璃落9.14% 玻璃都几基而已 现在可能厨派没有 没人要装饭 什么都没去 大家都想很多 第四名就是左载 载到我们家里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没什么用载 今天左载到8.35% 到来电器8.25% 到来塑膏 所以这五行你看光电是电阻构 其他都是传产骨 这代表说传产骨在补铁 电子骨除了光电以外 电子骨 它就大家都知道它买了 但是这些传产骨本来 大家有穿的 今天大家整个都没动 没动有两个原因 就是说我那边都买不去 五百几基都都没有穿起 我只有为了这做提款机 第二个是说 这就叫衰了 灰烧铁烧铁铁铁铁铁铁 这一头门 ה 教宴灰烧铁敥 hol 你会怕灰猎彼 我 Wolf 我今天说一句 我只会说一句 你才会说一句 hypolet 善歌 你可不可以出来 不然我们看一下这个k线 要跌到哪里 如果你是起的时候要像j what 我像 Verf 你看這有像水旁山嗎 這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是這第二的跳空缺口 所以這兩個跳空缺口 以前這是關鍵性的長黑 歷史上 歷史上從來沒有看過的六百點 對不對 六百六十點 這樣被圍繞過 剛剛整年頭都落到一位 好 這裡是今年嘛 所以今年 所有有操作股票的人 通通套勞 理論上來講通通套勞 我們如果從周縣來看的話 還拉到去年的12月 我們來看去年12月在哪裡 從這裡開始 對 就多了一個月出來 也就是說從去年12月 古年古列過年以後 那時候買得到 整個都放在這裡 這裡的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南半那種融資 現在都開始去追加了 不然融資的時候 它的股票都落一半以上 我們來看它的股票 真正是多 那會跌到哪裡 你可不可以先幫我們看台股 如果從 我們用這樣算的話 這裡是一萬一嘛 對 這裡是一萬嘛 這裡差不多一萬零六百 這裡是一萬嘛 對 一萬零五百 這裡 兩萬零五百 所以這支五百點嘛 五百點你如果算了五百點 九千五嘛 九千五 今天九千八嘛 所以第一支咖 短線的第一支咖 今天也可能是九千五 九千四千 會稍微破一下 這支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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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不夠 它都降下來 會降下來 所以如果極短線 對 那要走 很有機會在九千五疊破之後 反彈的這一波 出現第一波的逃命破 對 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要試 要倒下去以前 都會先八起來笑三聲 你笑三聲 你不要動作說那是真的在笑 那就是回光返照 對 所以真有可能才有一個回光返照 因為今天八主經驗 機會買一萬萬一口 所以八主他也知道 香港落下現在大家會怕 會怕 現在落下的時候 他這樣買下去 所以外資是買啊 對 機會做多 對 整個堂端都死了 整個都 整個都 整個 整個撒起來 整個撿絲你知道 撿絲 不是12點撿絲 撿回去看要怎樣 所以說 理論上你看八主的動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要看什麼 看利率 我們現在的利率 我們的利率 美國的十年期的公債3.2 是 我們台灣的利率 跟美國已經差很多 所以外資都在走 所以外資 現在錢都回到美國 對 另外要看費率 我們的費率 現在31% 如果是 人民票現在是 差不多6.92左右 人民票是不是 6.9374 他會撒 他撒的時候 有人看得七虎二 這個中間 因為 藏美國說 你大陸就是 匯率操控國 喔 這個今天開盤 香港 八百幾點 因為他很怕 美國都給他點油 很記憶 川普現在選擇 一個賣 夭壽司 老房司 欸 - 天啊 你媽 互盤有沒有效 沒有效 所以不管國安基金進不進場都不好嗎 因為你如果看到土石流的時候 你怎麼敢去互盤 你跟土石流下來的時候 你用那個堆土機器也沒有用啊 你一定要開一個河道讓它先把 金融海嘯的時候他們互盤賺不少耶 互盤這種東西 時間拉長一定有效 它是中藥 它不是類固醇 你不要想說早上 正當黑 晚上就要湊起來煮火鍋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看六股的看一年 那時間如果牛長 六股口袋生的人一定贏的啊 你如果今天有六百會給我來炒 我也一定贏你啊 我已經 我第一年輸你 第二年輸你第三年我贏你啊 因為我錢比你更多 所以國安基金結合結帳是獲利 但是一般民眾一般融資一般散貨 是沒辦法的啦 不可能啦 因為我們的口袋沒有比褲館長嘛 對嘛 所以你說複盤有效不效也算四肌 另外他到底他穿多少子彈 那過去那時候李廷那時候 因為兩岸那時候有那個飛彈的危機嘛 所以成立負盤小組 最多子彈才有四千八百的 這次沒有那次那麼多嘛 嗯 可能不當然那麼多啦 現在老保健保那錢 各個起來可能也差不多這樣 最多是差不多兩三千億啦 他不會說整個都賜下來啦 但是政府會在喊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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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過去過去有一個 一句話叫冷水三斗 因為郭北你蓋的時候 就說不要蓋了喔 冷水 又來 沒有效 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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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第三個月就有效了 副牌也一樣 他在路的時候說 我已經進來喔 你不要蓋 我跟你講你蓋跟他一樣 一定站起來 他也知道海軍六戰隊嘛 那頂路就是準備要犧牲的啦 那第一波的啦 那是第一波的 那就是軍啦 那就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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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護盤也要護到第三次出手 所以大家才要更加安全 對 所以說我們銀門看人家 如果聽聲音要聽沒聲 那政府的沒聲音很重要 所以這是第一聲 第二聲第三聲很重要 所以今天的國安基金還沒有進場 那即便是政府進場護盤了 即便是四大基金進場了 也要出手第三次 我們再跟比較安全 對 好 我們回來看指標股 今天最重要的關鍵指標股 當然是台積電了 對 台積電你說 喔 這個頭 左風右缺 這個頭部形成了 M頭已經形成了 是 台積電你都說多好 你什麼三奈米 五奈米 我跟你講都不好 這個時候 抵擋不到這種 所謂的非系統的風險 你叫做覆巢之下五彎 對 所以台積電這個下去 我們不要去它猜測 畢竟它是最好的 那台積電的帝打成 不管在哪裡打一個帝之後 可能 大半 當作感冒也好一半 已經好一半 台積電的帝打好 已經大半好一半 這個帝要打多久 我們剛才說那個頭多少 十五個月嘛 對 十五個月你最沒有 10乘以0.618也要六個月 所以如果要打大帝要打六個月 如果打小帝要打三個月 好過去跌破萬點的經驗 說起來雖然時間已經很久了 對 柔然 歷歷在目 我跟你說 說到島主 我們島人的島主人 是有夠可憐 只要跌破萬點 是不是真的就像你所說的 都會心情最放鬆 真的 一代的蒼蒼石 兩行的投資類 真的 我如果說到紀錄 才不會不來 第一次民國七十八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的時候 國民黨主流跟非主流的戰爭 是 一二六八二跌到二四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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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八二公司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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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洋裝在打一個時候 1.5折 五四跌1.5折 對啊 一二六八二嘛 一鐵條 二四八五 那根本我會說那個時候 這是衛兵就是 這個衛兵就是東西 那時候 我們 我們帶三千人去包那個 那個 你帶三千人 你也去現場嗎 有啊 我那時候帶人去包那個 那時候 都用BB Call 那時候 外牌找人 三千人不是好 老人 我們那時候 你拜託五百個 那時候 那時候 外牌五百個 五百個 整個老的 五百個都丟三百個而已 那三千人去包圍 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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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黨那時候 我們也丟 國民黨的東部 所以那時候 突破萬一 大家也去包圍 國民黨 沒有就包圍 財政部 沒有就包圍 包圍 所以那時候你也會去現場嗎 我那時候都去 我都帶人去 突破萬一 你都去包圍 對啊 但是那次我早有 除了那一次之外 其實好幾次 跌破萬點的經驗 對 剛才兩千年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 台灣的政治 變天 10324 跌到34 3443 10324 跌到34 3411 3411 3411 7千點不起來 因為它廢核式 那時候 他跟連前說過 剛剛那個是打1.5折 這個是打3折 對 但是不一樣 因為那個股市的規模 越來越大 以前可能只有六七百幾 那時候穿幾幾 所以有時候看基礎 不一定會準 他跟連前說 連前剛才 架腳打出的總統府 抖腳的總統府 已經傳播 匯合式了 一聲鼓勵 知道了 七千點不起來 還沒了就撩起來 就馬上叫那個 他連那個 撩起來 其實馬上叫是 他五月二十 他開始剛好在那裡 發表他的當選元首 每說一句話 六十點 每說一句話六十點 總共為93 利多出境 那個高清9309的那樣 像9309 下到3955 好 到底 什麼時候反轉 會不會有一些 讓股民比較容易 觀察的徵兆 除了困難戶 到第三次之外 很簡單 我們如果你做股票的這段 都沒有人要看的時候 那時候 觀眾在說股票 啊 什麼人在看股票 那吃飯的時候 你如果在說股票 不要再跟阿公 不要再說股票 那時候不要再說股票 好 那我實在 你越說我心肝越痛 我這段問題吃不下去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我們 明天看今天這段收視率 還不錯的話 還沒有落比 其實很好 因為大家在怕 大家都有股票 所以 標誌快樂就對了 還沒有反轉的徵兆 還沒有反轉的徵兆 那一說股票 都沒有人要看 就差不多到了 如果說股票 喔 親愛說一下 我就很多人看 那差不多在頭部 所以明天的收視率 關係到股市未來 漲跌的幅度 好 到底這一次會打幾折 我們不知道 但跟中美貿易戰有沒有關係 當然一定是有關係的 因為事實上 這次最大的關鍵點 就是因為川普跑去跟這個 墨西哥跟加拿大 不是簽了一個合約嗎 裡面有一個很殺傷的內容 叫做說 只要那個非市場的經濟的國家 跟你簽約 你不能簽 那非市場經濟指的是中國 所以台灣就殺第一波 就在那個10月1號的時候 10月2號國慶的第二天 那天外資就先砍了100多億 接著沒多久 什麼要到這個台灣海峽 不是要演練嗎 又被殺一波 那次又被砍了大概200多億 這一次是最狠的 因為這次是IF國際貨幣DT 只會恐嚇說 新市場動不了 你如果你們美國 再這樣做的話 新市場會完蛋了 美國要小心新市場 那這當然講的 包括中國 那這個事情 加上最近利率一走高之後 科技股想說 我漲不上去 盤久必跌嘛 沖了好幾次嘛 那乾脆猴硬了 就你知道跌最兇是什麼 Zilinx 就是我說做AI的 一口氣抵到7.8 然後還有其他 AI的不是未來的新興產業嗎 7.8個百分點 就這樣跌掉了 然後那個之前 最厲害的超尾有沒有 AMD一直都長很羞 因為AD有個台灣人 跑去做厲害 長得大概快要有10倍 好 昨天一口氣殺8.6% 盤後繼續跌 那你知道 這個超尾又是 最近最新的那個科 因為有人說超尾有 可以幹掉英特爾 當然是不可能 不過他已經說 這新的技術 所以你想想看 這些東西都是台灣最好的夥伴 那當然一跌今天 你看那個科技股 就這樣直接 就是打下去完全沒有 不會挨的 就是從200點 300點 因為我一路看 一看本來是跌到200點 所以 這叫存亡齒寒 對 我們的朋友都落到蜜蜜蜜蜜 我們可能未來的蜜蜜蜜也很難 你就想說 那到底還有什麼產業 可以值得信賴 那這種情況下 那久盤必疊 那我乾脆先殺再說 所以今天很多的事情就是 為什麼曾經他們放了2000多億 就是有些人就想說 好啦 我不要理了 我先出了再說 後面再看 但是實際上 從訂單的角度裡看出 真的有些端倪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那個 蔡英文曾經說 我們台灣有第三個兆元產業 叫機械業 實際上機械業 真的是一個多災多難的苦行業 那這兩年 好不容易得到一些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以前我們其實 第三個兆元產業 對 其實我們以前機械業 還有基金駕駛生計股 有50檔也跌停板了 那是第四個兆元產業 所以現在政府 真的不要說兆元產業 還有顧立雄真的好閉嘴 顧立雄真的好閉嘴 顧立雄只要說一萬零 記的檯面上有沒有紅色的 有啊 信心航運 信心航運 等於會有轉單 因為有轉單效應 先把第三兆元產業講完 早就是已經有端倪了 那你來看 這是我們過去這個出口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2010 2011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從201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曾經設備有個反彈 所以那時候年徵率很漂亮 那時候台灣就說機械很棒 可是後來日本 不是日圓貶值嗎 安倍射出三個劍嗎 是 台灣就直接就原形畢露 因為以前日圓很貴 所以我們隨便賣都贏人家 以前日圓都比我們貴很多 結果日圓比我們還便宜 就便宜 點的大概點 它是從這個85塊 然後貶到了這個110左右 那一出來 台幣反而是升值的 那時候你看那時候工業 那些 我們的出口競爭力 就因此被蒸發了 所以你要說 彭懷來是被下台 當然不可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一路跌 好不用這兩年開始 也要搖起來了 你看從2017年到今年 也要搖起來 可是你多仔細看 細項部分就知道糟糕了 細項部分來看 9月份的數據 其實已經跌了1.3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我們到前9個月是漲的 但9月單月就跌了1.3個百分點 那你如果看中國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中國 所以那個數字 就真的一路跌下來 你看從這個 5月份是做了8億美金 6月份就做了7.8億 到了7月份只做7.1億 到8月只剩6億 到了9月的時候是6.1億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是說中國也嚇到 本來我想要設備更新 那台灣的這個工具設備很棒 對不起 上半年訂單我們遭就 下半年我們不談了 所以這也就意味著說 本來預期 因為中國被迫 因為人工太貴 要轉換成這個機械設備 跟台灣買 那這個角度說 這背後代表什麼東西 中國整個製造業放緩 那台灣只好趕快要 想辦法找別人 所以現在有很多台商 準備要歸於返鄉 現在那個土地價格 一波三四 現在要買趕快趁滿 其實第一個五股 現在是不是很多台商 回台灣列地 是五股工業區已經沒有地了 現在是龍潭最旺 龍潭三年前 一坪工業用地 2萬塊 現在 你沒有踹個10萬塊 你買不到 所以你要買什麼 你知道要買 一部分是工業用地 一部分是釘種用地 然後再加一些農地的 這樣你還可以湊6.1萬 因為前陣子剛剛飆了 前陣子飆一個2萬坪 然後總加13億 誰飆了2萬坪 就是有 現在有五個 台灣最大就是廣達 音業達其中有一家 他不敢說 因為他其實要撤離 撤離中國了 所以他 他不能說 通通列地 不敢說 通通不能說 所以你要問五家哪一家 他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還留在中國 但事實上他們已經慢回來 而且他們已經還招人 所以他們要落跑也不敢講 當然不能講 你知道前陣子在這個 就是就是在那個 不是有些紡織業也要回來了嗎 那回來速度更大 其實有一家廠商更誇張 他一年EPS大概賺7億元 一年EPS賺7億元 然後他列地 一年只賺7億元 他列地70億 所以為什麼 因為他們算過了 你25%關稅一下來 即便台灣的成本 比中國大陸貴3% 你還是有利潤 那這家可以講了吧 一禁 一禁這個是公開的 對這一禁可以說 這可以說 一年專輯 對啊 那是一禁 所以一禁紡織 砸大錢列地 他是整個都要搬遷回台了嗎 還是 當然他們陸續的先把土地 他們講這樣子 大家都要回來 大家都知道 憲哥知道 這邊人都知道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你就要買地嗎 那我一定要先做一件事 我等越晚買的人 越貴啊 那我先把地給買下來 想辦法能夠先擴廠 中國大陸的廠不能停 在台灣先擴廠 擴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設備 差不多有折就完畢了 謝謝 這就是為什麼去年 一鳳接軌 對去年為什麼 上市櫃公司60% 在中國大陸虧錢 其中很多公司 並不是沒有競爭力 而是放給他爛 現在上市櫃裡面 至少有20家 大家公司回來列地 現在列到什麼 中科已經沒地了 現在包括中科沒地了 雖然只能到20 20是新開的 市科 對 市科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這列地 已經成為最首要的問題了 這中央都看得到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那個絞招不管要藻礁了 先要開店 你不用店 你桃園這些工業去新開了 都沒有辦法 你知道那種 所謂的系統廠商回來 一次招募員工是多少 都是2萬到3萬起跳 所以人家說 以後連花蓮都沒人了 台東沒人 覺得都要請到桃園來了 你想像那個情況 那叫敦克爾科大撤退 好 警戒政治大頭條 這帶你來關鍵的是 高雄雪晴現在越來越熱 沒有想到 現在高雄已經打到 露博戰 打到巷戰 甚至於打到 影片戰 憨國瑜的一部韓芬所做的 憨國瑜讓我回家的影片 引爆熱議 但卻沒人知道 我多麼思念家的味道 影片旁白說得無奈 用溫情訴求北漂高雄人 返鄉投票 投票或許不能改變什麼 不投票卻什麼也不能改變 長達8分鐘的影片結尾 秀出自卡 號召北漂高雄人 記得返鄉投下市長選票 看到後來才會恍然大悟 原來要爭取支持的對象 是國民黨高雄市長 參選人韓國瑜 網友自製幫我回家影片 卻引發侵權爭議 覺得非常誇張 也非常的反感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當年我們這樣子的影片 會被這樣子的使用 陳大校友跳出來 控訴影片中大量截取 陳大學生會花了超過10萬元 自製的回家投票影片 無法接受被用來幫 藍營高雄市長參選人拉票 而同一支影片 也被高雄市議員踢爆 侵犯泰國基金廣告著作權 拿原始版本影片對照網友的 幫我回家版 陳大學生會影片 被剪進網友版台詞 重新配音 但一字不改 泰國基金廣告中 則把泰國人當高雄人 通通有侵權嫌疑 網友自製影片 想要幫韓國瑜拉票 但用的都是別人做好的內容 陳大校友氣到不排除提告 影片反而引來爭議反效果 大家都知道 韓國瑜這次選戰 是主打空戰 那空戰當然就是上電視 廣播做影片的網路行銷 但沒有想到 一部韓國瑜讓我回家 據說逼哭了不少北漂 青年這部影片 今天被爆是抄襲的 我不是北漂我也被感動到 這支影片拍得很好 我覺得質感 那個口白 都讓人深受感動 就我好像 彷彿又回到了那個2012年 結果後來半個小時以後 就有人傳給我說 佳青姐 這個是2016年成功大學的 某一個學生拍的影片 當時就是呼籲大家 返鄉投票 所以我說 難怪我怎麼覺得自成相似 所以我們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我們畫面的左邊 是韓國瑜幫我回家的這一部 據說是韓粉主動做的影片 那麼畫面的右邊是成大 當時他們學生會自費所做的 希望民眾返鄉投票的影片 那麼其實據說 韓國瑜讓我回家這部影片 除了用成大的這部影片去改造之外 也用了一部 是泰國 泰國的 賣米線的 賣米線的 泰國面線廣告 這一部影片 你們一直說是韓國瑜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我剛剛從頭到尾都沒有說 這一個 他說是網路瑜有軍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跳出來 對他入作 泰國變成鳳山 這是那個 這部影片 從頭到尾都是支持韓國瑜的朋友自動抗習的 那韓國瑜應該表示一個態度 韓國瑜畢竟要選市長的人 就算有人好心幫你做 你也要有個態度 而且你今天 韓國瑜就說了 順其自然 請問一下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所以抄襲是可以自然的發生嗎 所以韓國瑜是自然的發生 讓這個被抄襲票竊的事件 他可以接受 他可以是說 這個是技術問題 自然發生就好 你可以了解嗎 我講真的 這一次的選戰 不在任何任何的問題 可以判幾年 判三年判兩年 你知道嗎 一個城市的首長 可以這樣講話嗎 你要了解 這一次選戰的重點 真的就在民心思變 其實多多的年輕人 希望透過他們的力量 來讓很多很多人知道 高雄又老又窮 高雄的民眾 你指示出來 真的已經受不了了 我跟你講 我自己在鳳山 所以我更有感受 因為我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高雄鳳山 我想說這個街景 這個麵店到底在哪裡 我很認真去找 我常常在基層家 跑來跑去 我真的非常歡迎你 去告這些網友 但是我在心疼這些網友 為什麼 我在心疼所有所有 想要到高雄市民的 他有十幾部影片 所以 一部影片引發這麼大的爭論 顯然現在選情非常緊張 你認為一部影片 有辦法去翻轉這個 這是一部造假的影片 不只是一部影片 你認為一部影片 有辦法讓韓國瑜的選情 帶動到這麼高嗎 我要跟各位報告 韓國瑜的選情 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韓國瑜本身的口才 第二個 這一次我們真的沒有錢 去動任何的組織 第三個 就是最黨 就是最黨的政績 有錢買新媒體 有錢養很多網軍 有錢請對岸的台商 幫忙做一些操作性的做法 老實講 我們都在這裡 領域操作也了解很多 我真的想再講一句話 明天黨口臭真的沒有關係 眼睛要打開 韓國瑜先生要選高雄市長 他到底鼓不鼓勵票竊 他到底鼓不鼓勵作假 如果他不鼓勵 他就要呼籲說 謝謝這些網友 但是請你們不要再抄襲了 請你們不要再作假了 好